第三 佛菩萨在人间 是不能度尽众生的 因为与菩萨没有缘 菩萨就无法救度你 比如 师父今天让你来听课 你说没有时间 如何救度你 师父又怎样帮助到你呢 道理就是一个缘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在世界上无缘与佛法者 称为大地土 就是与佛法和佛菩萨 没有缘的人 称为大地土 大地土就是大地当中的尘土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 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今早做梦 观世音菩萨慈悲 知道我很惦念姥姥姥爷 于是让我有了以下梦境 我回到儿时的家 对面的房子 姥姥姥爷都在里面 姥姥姥爷看上去年轻 状态不错 我拉住姥姥姥 我拉住姥姥问了好多问题 最清楚的一个问题是 念诵的经文都收到了吗 姥姥说收到了 二十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可以变成一张大额 原话是 千把块还是千把万 我忘记了 对不起 现实中 我帮助姥姥 念诵了一千多张经文组合小房子了 如果没有师父教的方法给他们念经 我现在一定放不下 我告诉姥姥 一定把她的话发出来 度更多人 感官是因菩萨慈悲 愿众生都早闻佛法 离苦得乐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师兄们 我们的小房子和礼佛大畅伟文 真的是灵艳无比 下午我就给自己 送了七张小房子 我心一下舒服轻松了 人也开心了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法会期间谈香阵阵 佛菩萨加持力大 2018年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法会期间 天天谈香阵阵 虽然眼睛看不到 但鼻子闻出来的不是假的 佛菩萨是真的存在呀 当时佛友们不必着急冲到台前 来求加持 因为我在台前闻到谈香 在会场最尾段 节缘山水化的地方 我也闻到五六次谈香 更惊喜的是 我和几个义工在女厕所外面 都闻到谈香 我一说谈香味 连站在旁边的佛友 马上也闻到了 所以说我们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去到哪儿都有护法神看着 记录着的呀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分享 前年同修家设佛台 释迦牟尼佛 东方台观世音菩萨像 师父宝像 全部请上佛台供奉 真的是殊胜无比 法喜充满 佛光普照 能量满满 仪式做好 正在助念瞬间 佛台香炉三根香 全打卷 香持续大概一个多小时间 香卷着都不掉 还一直在打卷 男同修许大愿清修 仪式修成啊 愿力感动天地啊 同修修行路上非常虔诚 每天上十二小时班 也不落下修行 每天功课大悲咒和心经 都是四十九遍 礼佛大颤伟文七遍 坚持每天小房子三到五章 每天坚持学习白话佛法 两到三篇 同修是个默不实钉之人 竟然能把白话佛法 看通读下来了 真修实修 佛菩萨慈悲加持力 不可思议啊 一教奉行 以戒为师 正信正念 愿力感动天地啊 功德无量 同修们 修行路上 真的要有坚定的佛心 恒心和毅力 磨练 才能攀上顶峰啊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正确吃素才能吃得营养健康 一 精彩对话开示 四 正确补钙切勿迷信 选自 2011年11月24日悬疑问答 有的长辈他喜欢吃小的鱼补钙 那一吃不就数量很多吗 对 这样子是 靠人家动物的东西来补自己的 那绝对是不好的 这个东西你还不如吃补钙的药呢 补钙不是靠吃人家活的鱼来补的 这个东西非但没补好 还有很多的孽障在身上 听得懂吗 就反正尽量就是 对 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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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 很多民间的那种风俗啊 哎呀 真的要台长好好来整理整理了 我跟你说 很多人就是传传传 本来人家主上传下来东西挺好的 就是一传时 十传百 传到后来传偏了了 你听得懂吗 那就叫迷信了 所以很多东西啊 所以学佛 本身要让自己先有正性 就是自己先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你才能学好佛呀 对不对呀 对 你连什么都不懂 民间的风俗 或者拜佛的礼仪 或者很多的东西 你都不知道究竟来 所以来 你想想看你怎么学得到好佛啊 对 对不对呀 像小孩子 妈妈说 妈妈说 那你今天不要出去啊 妈妈为什么我不能出去啊 不知道 真的不许出去 小孩子就天天就心里就着急 我妈妈不让我出去 为什么 讲不出来 他就他跟妈妈不在的时候 他就跑出去了 巴车子一撞 就这个道理啊 你学佛怎么可以不懂呢 所以财长现在全世界在跑 就是让更多的人来明白这些道理 所以很多人盲目地学佛 盲目地迷信 实际上他们会学偏差的 感菩萨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有缘和菩萨在一起 能够一起救度众生的人 称为掌中土 掌中土就是 菩萨已经把你放在手掌中了 与菩萨有缘 菩萨才可以救度你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